猫头鹰的眼睛呢 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方 猫头鹰的那个眼呢 是圆柱形 所以的话呢 猫头鹰呢 实际上呢 它们的眼睛呢 是引发左右的转动的 猫头鹰如果要看旁边的东西怎么办呢 猫头鹰呢 只好把它们的脖子转过去看 所以呢 猫头鹰的脖子呢 是非常的灵活的 对于我们人来说呢 我们的脖子呢 一般呢 是能左右转120度 对于猫头鹰来说呢 它们的脖子呢 左右呢 是能转270度 270度是个什么概念呢 猫头鹰的头呢 什么肌肉呢 是可以直接照到后面去看东西 所以说呢 猫头鹰的眼睛呢 是非常有特点的 大眼睛 长睫毛 一直是审美的必要标准 在我们昆明动物园里 那些先天就拥有着逆天睫毛的动物们 更是美得 不像话 长颈鹿不仅拥有令人羡慕的长脖子 超模般的大长腿 根根根分明 自然上翘的长睫毛 登登登 你的可爱的小羊驼已经上线 好不夸张地说 她的睫毛 美到犯规了 说到斑马 她不仅拥有黑白相间的斑纹 整齐的牙齿 弯弯的眼睛上 还有浓密的长睫毛 怎一个 美自了得 是不是被这些美丽的大眼睛 迷住了吗 那就赶快来昆明动物园 看他们吧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后来 她有了孩子 太阳出来月亮回家了吗 对了 星星出来太阳去哪里了 在天上 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她 她回家了 太阳星星月亮就是 生活 大概就是这样甜蜜的感觉吧 不做王者 也挺好的呀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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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宽盛动物园里有一只小熊猫 它很忧伤 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它老是被人认错 叫做小浣熊 可是它不是小浣熊 那么它们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小浣熊来自北美 一般是晚上12点之后才出门 而小熊猫呢 主要生活在亚洲 另外它们的饮食习惯也不相同 浣熊喜欢吃很多东西 比如水果呀 肉类等等 而小熊猫喜欢吃竹子 竹笋 野果等等 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 浣熊呢 多为灰黑色 眼睛上有黑色的斑纹 就像太阳镜一样 而小熊猫为红褐色 眼睛上有白色的斑点 说了这么多 相信不再会有人 把它们认错了吧 新的一年 昆明动物园里啊 真是新朋友多多 先有鹿宝 现在还有棕熊 两只新朋友 一公一母 一灰一白 看这健硕的虎背熊腰 你能猜出它们的年龄吗 真是意想不到 人家可是只有三岁的猛宝宝呢 熊宝宝出生的时候 只有一斤左右 但是四到五岁成年的时候 熊性棕熊就会长到 两百公斤以上 熊性成年棕熊中 还有重达四百公斤的 特大个儿呢 还是东北虎 也招惹不起呢 两只熊宝年龄虽然小 可是自在超强技能哦 它们会站起来 想极了动画片里的卡图形象 快来昆明动物园 看看这两只可爱的熊宝吧 今年冬天 昆明也难得有雪景了 不过却让春城居民 老虽不及防 可是大家都会冷酷的时候 为什么昆明冬眠的熊 没有冬眠呢 野外的熊呢 冬眠呢 它是有两个条件 一是食物比较胆气 然后气候比较冷 它们会集体调节它们冬眠 然后在动物园饲养的动物呢 因为像我们昆明的气候 一般情况都比较高 然后呢 食物充足 基本上都不冬眠 这只小气的熊 算是在冬眠吗 那得听听什么状态 才算冬眠了 一般情况都是 一周以上的 不吃不喝 也不运动 不吃不喝 基本上就是只有呼吸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气候条件 才会让熊冬眠呢 熊在野外冬眠 一般情况温度都要在负十度以下 然后还要吃起很长时间 还有另外呢 采集不到食物 大大的耳朵 小小的脸庞 萌萌的外表 你们知道它是什么动物吗 很多小朋友们呢 始终搞不敏害呢 是耳阔弧呢 是属于哪一类之霸 耳阔弧呢 在生物学的分类上呢 是属于虎 更加确切的说呢 耳阔弧呢 是和那些狐狸呢 是近亲 然后的话呢 还有一类生物呢 和虎科呢 生物呢 比较相似的呢 是属于疑科的生物 疑科的生物呢 是一个凡犬盘 然后一个攻击的蜴子 是吧 是那个蜴子 很多很多 疑科的动物呢 像什么海底鼠啊 这类的东西是吧 我是那些呢 是属于疑科的生物 很多小朋友们来到昆明动物园呢 一般的发现呢 山霄呢 算是体型一种 一种比较体型大的 一种灵长类动物了 那么所谓的山霄 它这个中文的名字来源呢 主要是因为山霄呢 平常是生活在 那个山丘 丘陵地带 以及丛林一带 所以它的中文名字有个山 那个蕭子呢 是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山霄的脸呢 它的鼻子 还有它的脸型 整个脸就是 相对来说比较恐怖 中国话有句 有俗语说 就是比较鬼魅的意思 它的脸型呢 就是大家看起来 比较鬼魅 所以呢 在山霄的蕭子呢 有一个鬼字 所以山霄的中文名 就出来了 那么平常呢 山霄呢 山霄的饮食习惯呢 主要是由水果和其他一些 昆虫啊 面包虫 那些杂屎类的动物构成的 传说中山霄就是山中霸 狮子老虎 豹子都得听它拆解 听人们说 它还吃小孩 种种的传说 把山霄推上了魔堂 那么山霄的性格呢 我们看着我们的山霄呢 比较温顺 其实呢山霄是非常凶猛的 所以我们在 呃 观赏动物的同时呢 尽量与它们保持比较远的距离 不要伸手去触摸 如果触摸的话是非常危险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山霄的四肢呢 是前肢呢 比较长 呃 宫的呢 体型比较大 通常呢 是结群活动的 一宫一亩 另外呢 山霄还有一个独特的特点 就是它的臀部 会有显示蓝色 这个在哺乳动物当中 是非常特别的 因为我们很少发现 哺乳动物的毛发会显示蓝色 这主要是因为 呃 山霄的臀部呢 呃 有很多血管聚集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们就会显示 淡淡的蓝色 雪白的梅花 点点洒落在 浓密轻柔的毛发间 在鹿群中 梅花鹿的梅花点点 总是那么显眼 它们喜欢在黄昏活动 如果你在下午来到 昆明动物园 就可以看到梅花鹿一家 最活泼好动的一面 它们喜欢吃树叶 青草 还喜欢舔食食盐 温顺可轻的梅花鹿 四肢细长 善于优雅的大跨度跳跃 可是你们知道吗 梅花鹿在冬天 它们的点点就会消失不见 那是因为冬天 梅花鹿为了保暖 身上长出了厚厚的冬毛 就把点点的毛发盖住了 所以就看不到点点了 在昆明动物园里 有这样一种动物 它温顺 可爱 而且跳跃能力极好 它就是脊子 脊是一类体型比较小的鹿 说到保养皮肤 什么保湿乳霜叶啦 防晒霜啦 面膜啦等等 那都是必不可少的美容用品 其实在昆明动物园里 动物们也有它们的美容法宝 火烈鸟为纸线会分泌一种天然的有机颜料 成橘红色 火烈鸟使用这种美颜产品之后 不但羽毛具有防水性 还可以让羽毛变得更加亮丽动人 回头率倍增 在昆明动物园中 SPR区里 总能看见白犀牛们 在黄泥里打滚 犀牛身上 如果没有泥巴保护 牛芒和苍蝇 就会围着它们叮咬 涂了泥巴后 白犀牛身上 就像劈了一层铠甲 牛芒和苍蝇 就无处下口了 说到昆明动物园的亲密小伙伴 你一定马上会想到这一对白犀牛 一起泡个泥巴浴 相互搓个背 再一起晒晒太阳 这有爱秀的 全动物园都腻歪了 还有骆驼的温情相伴 还有海里属的快乐相随 还有还有长颈鹿的家和睦温馨 动物园真是一个温情满满的家呀 不过说起有爱伙伴 大家一定会想起 忠贞的象征天鹅 天鹅一生只会和一位伙伴相配对 若一方死亡 另一方则不食不眠 配对的黑天鹅 形影不离 互相细水 追逐 街头交近 这样的温情 可不亚于白犀牛的家庭啊 快来昆明动物园 看看动物们的有爱故事吧 今年夏天 昆明经历了一个 说风就是雨的季节 那动物是不是也会打伞呢 昆明动物园的动物们 是怎么度过雨季呢 我爱是走舞会跌倒 哦哦哦哦 小心跳着好多泡泡 哦哦哦哦 说起逛昆明动物园这事啊 还真有一些让人哑巴吃黄莲的痛点 不信看看满腹经轮的你是否能读出这些字 是不是发现自己除了昆明动物园 什么都不会啊 在动物界里啊 动物名字也有很多的生僻字 比如在亚马逊雨林里蹦跋的网红鸟 俗称大家都知道 就是去嘴鸟 但是呢 它还有一个生僻的正式中文名字 妥空 也许你会总结出 认字认半边 说不定就能蒙对 可是啊 老祖宗肯定要发言了 我可没说过这句话 比如遇到这个 呵呵 读哪边啊 都是错 在昆明动物园里 其实还有很多动物的名字呀 是生僻字 学无止境 快来找找 加强学习吧